旺角夜晚有人聚集 破壞商店在馬路上燒雜物 警員到場驅散 多次發射胡椒球彈 夜晚大約11點 一批防暴警員去到西洋塞南街 舉藍旗警告在場的人 正是參與非法集結 在通塞街附近截查多人 接近午夜 警方舉黑旗警告 又向聚集的人發射胡椒球彈 之後一度撤退 在場的人轉到阿階路街聚集 其後有穿黑衣的人走入山東街 破壞太興茶餐廳 有人多次用發泡膠箱倒路 防暴警員來回多次清理 大約凌晨1點半 一批防暴警員坐客貨車接返 在彌敦道衝下車 跑入山東街 制服至少一個男人 在一間餐廳前面 警員圍著兩個人 向女人的臉照射強光 又向她近距離噴胡椒噴劑 用這張照射警方合致 發射吹雷彈 去到1點40分 警方說有人參與非法集結 同用雷射筆照向警員 向彌敦道方向發射催淚彈驅散 又在山東街 密集發射胡椒球彈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防暴警員驅趕在場記者 又對記者舉胡椒噴劑 之後再次撤離 全晚多次有人在彌敦道中火 有人燃燒一堆雜物 包括多個發泡膠箱 火堆更加一度爆炸 霧出大雷黑煙 消防到場將火救息 凌晨3點鐘 有人拆開彌敦道 和山東街交界的電箱 丟燃焦彈進去 隔了一陣再丟多個 一分鐘後 電箱附近是繁布廣告牌和竹鵬 消防到場救火 幾個黑衣人再在附近挖磚 扔向馬路 人群之後陸續散去 友善電視記者謝卿兒報導